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其特殊的加油口号 却让宋茜连连笑场 忍不住喷出口中所有水 度去场面让大家哭笑不得 马荣出很招夺财产 竟让自己亲妈和准公公假结婚 这是什么套路 王宝强和马荣的事情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而马荣仿佛人间蒸发在位露面 如今半年已经过去 马荣却在上热搜 又出来兴风作浪了 和宋哲出来开始分割 王宝强的财产了 据说宋哲的爸爸和马荣的妈妈 都搬出来了 他们俩竟然假结婚 马荣自己离婚 情人离婚 亲妈和准公公结婚再离婚 如果一切传闻属实 5月18日这天 大概会因为马荣 被定为世界离婚日 这次 马荣不仅被媒体拍到 与宋哲共用爱车 马荣的父母和宋哲的父母 也一同出现在镜头中 小十万年的马荣看上去 春风得意 双方父母还如同 求见一般亲密无见 最奇葩的是 这两家相聚的地点 竟然是民政局 因此有群众猜测 马荣美中打赢了离婚官司 分到多少钱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下午又有媒体人爆料 这两家人去民政局 其实是双 方父母分别办离婚去了 目的是转移财产 世青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10日 媒体拍到马荣 来到宋哲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家 4日 马荣和马荣母亲 宋哲和宋哲父亲一行四人 来到顺利民政 只见马荣母亲下车进入民政局 而宋哲父亲则在外等待 关键点来了 摄影师在民政局发现马荣母亲后 在马荣和母亲的谈话中得知 马荣此次是来办理离婚财产分割手续的 随后马荣母亲与工作人员讨论财 产分割情况 而他手中的文件 正是马荣离婚证的复印件 在马荣走出民政局后 摄影师注意到他笑容满面 于是猜测 他在离婚案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 而从民政局离开后 是宋哲的父亲将马荣母亲送回家的 显得很亲近 马荣分得财产 并仍然和宋哲在一起 两家长辈如亲家般亲切 这场持续更新了半年多的王宝强 离婚案 似乎就以这样的结局全剧中了 吃瓜群众们边收起小板凳 边对宝强叹息 可怜的宝强阿姨 最终还是搭建了巨额财产 可令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财产还在后面 神转折来了 下午一点半左右 媒体人罗贝贝在微博中爆料称 从知情人士处得知 此番马荣 宋哲以及双方父母 被拍到出入民政局 不是马荣和王道强办理离婚手续 而是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 办理离婚手续 马荣和王道强还没有离婚 罗贝贝还表示 为了转移财产都很拼 父母和子女都是一个母子里 可出来的无所不用其极 疑似按知马荣和宋哲 为了转移王宝强财产 安排双方父母结婚再离婚 此条微博很快被转发过签词 但也无法真正得到核实 这个爆料就有点震碎三观了 普通群众的脑袋瓜 可能有点绕不过来 但有聪明的网友指出 如果马荣父母离婚 宋哲父母离婚 然后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结婚 这样马荣就可以把转移的财产 先给母亲 马荣母亲再通过婚类财产债 给宋哲父亲 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离婚后 宋哲父亲把财产转给宋哲 这样马荣和宋哲结婚后 就完成了财产的乾坤纳挪移 只能说为了转移财产 马荣两家这也太拼搏了吧 这事的把离婚法治的多头才能掌握的财决啊 庞李鹏律师认为 诉讼离婚耗费人力物力 协议离婚是既平和又便捷的手段 对于王宝强而言 协议离婚能够快速解决这场 会因闹剧中的众多负面影响 对于一双丸 女的健康成长以及个人事业发展都极大帮助 但是协议离婚对前妻准备阶段比较严格 比如夫妻双方必须对财产问题 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且协议生效后依靠双方的自觉遵守和旅行 但是根据王宝强和马荣之间的现实状况 其实协议离婚的可能性不大 究竟新闻中的画面为何而来 想要说明什么 难免让人心存疑虑 目前 法院对王宝强的离婚案 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判决结果未出来 之前 王宝强与马荣之间 依然存在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 但马荣并不必会与宋哲成双入队的出现在大众事业 法院也会针对他的这种行为 做出相应的裁决 对于这种道德无底线的行为 应该人人唾而弃之 虽说人没猜死 尿为食亡 但是马荣这种行为 已经是人神共愤 说他是当代潘基连一连也不畏过